好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媒介朋友 今早立法會進行一系列事務委員會的選舉 對於梁耀忠和一眾反對派議員 他們一早利用主持事務委員會選舉的身份 提出大量的問題 令到多個事務委員會未能完成選舉 民建聯表示非常之憤怒和失望 由於事務委員會是立法會裏面重要的組成部分 大家可以想想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副主席一日未能完成選舉 一日事務委員會就沒有辦法開展工作 而我們監督政府的功能 以至到政府若然要提交政策 以至到法例的時間又會進一步減少 這個是大大削弱緊立法會整體的功能 我們對於今早特別是梁耀忠議員和一眾議員 他們這樣的行為是表示極度的失望和遺憾 因為這個情況會令到立法會的運作是非常艱難 亦都是直接影響了我們立法會的職能 我們希望所有的市民如果不同意這個行為的話 請他都是和議員提出 亦都請他們停止不斷拖延會議時間 妨礙事務委員會的正常運作 我們希望下午事務委員會的選舉可以相對順利 因為事務委員會順利選出政府主席 能夠令到我們立法會的工作開展 亦都令到市民很多聲音可以帶入議員 其實你們會不會都要求大主席和秘書處 都向某些主席的議員做一些解釋 怎樣為主席怎樣為主席 會不會令到之後會更加順利 其實所有的議員 若然他知識自己要主持 或者是在立法會裏面擔當一個不同的角色 他是應該利用他在會議前的時間 去和秘書處了解角色上賦予他權力的不同 如果利用會議的時間 特別是大家理解 其實我們的會議時間一早已經安排了 大概是半個小時一節的時間 去不斷詢問秘書相關的安排 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我們在每次開會前 如果是有需要去了解 以時規則賦予我們的權力 其實我們需要做好準備功夫 這個是議員應該有的責任 如果利用寶貴的半個小時選舉時間 去問這些問題 其實正正是顯示他們 有部份的議員是刻意想 令到主席選舉的工作不能夠預期 所以我們可以說一下 怎麼看梁耀忠和胡錦生 今早主持幾個會 你覺得他們的表現 有沒有一些拖延的成分 梁耀忠很明顯 他早上藉著主持會議的身份 確實是霸佔了會議室 直接令到保安事務委員會 和人力事務委員會 是沒有辦法順利舉行的 其實提出的規程問題或者查詢 作為議員是有責任事先可以向秘書處查詢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一直的行事作風來的 我相信任何做過 或者是想了解議事規則的議員 其實他了解到秘書處在會後是可以作出協助的 涂謹申議員是一位資深的議員 我覺得他今天主持會議是比較稱職的 當然他遇上一些困難 就是怎樣裁決那些未完成宣誓程序的候任議員 可不可以參加會議 有些混亂 他後來自己都修改了他的裁決 不過這是一個新的問題 我希望他看了立法會主席的書面裁決之後 下午主持會議就是比較有序 讓我們可以順利選出其他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因為立法會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就沒有法子開展 你怎樣看主席的裁決 即是跟舉報會議員再宣誓 而不需要如你們之前可能要求 這樣道歉才可以再宣誓 我覺得是很清晰和有條理 是諮詢了法律意見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但是不需要道歉那個步伐 我們依然堅持 特別是游慧晶和梁仲恆 他必須就著早前宣誓 裏面所作出 侮辱國家、侮辱民族的言論道歉 至於大主席的裁決和相關的法律附件 我們稍後會作指示研究再作回應 在法律上 主席未必有權力要求一位議員道歉 但在道德上 我覺得這些議員是應該公開道歉 或者撤回他們的言論 Do you think there is the need to set a cap in the number of times they are allowed to take their oath? well I think...well let me study the legal opinion first and I think it is... and you will continue to demand of apology? yeah, yeah of course, of course. I think this is a must for them to do so. But before you were asked by what you did and the politicians tried to keep them 現在只是劉小麗無效 羅冠聰有效 有沒有失望呢? 我們對於大主席 是裁決劉小麗的宣誓名效是肯定的 由於在現場的直接的觀察 大家都看到其實劉小麗她是讀得非常之慢 而其實聽眾也是很清楚掌握了她的誓詞 加上她自己在面書已經清楚說了 那些字是沒有連貫的 這個裁決我們是肯定的 至於羅冠聰的裁決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想我們要看回那個部分的法律 我們之後才再決定是否出現跟隨 如果所有法會議員 明天都是繼續上個禮拜的方式宣誓 你們覺得大主席應該如何處理才會比較合適? 我們會後會仔細去思考明天我們的回應 因為剛剛我們才收到大主席的裁決 我想我們要有些時間去商量 如果他們兩個明天再宣誓之前不代替 你們會否只能提出那個建議 或是四分鐘的離開 我們一定要商量一下 Personally 他們先提出 我們會來行為 可以請你給我一聲嗎 小姐姐 你覺得這個開始了 這早上的禮拜 已經有開始了 這早上禮拜 這早上禮拜 美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